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年 你就说这个人类历史 你能说你千里之外 你完全不认识的人的这个艳照 你想看就能看着 包括明星 谁跟谁在床上怎么样 你都能看得到 这算什么幸福 你要生活在罗马的时期 你要千里之外人的艳照 要什么艳照都在你旁边 你看过罗马的那个画面没有 看过他那个浴场没有 这还叫些 你不就想看艳照吗 人家就艳人就在边上 而且是刚好倒过来多么危险 你能看人 人能看你 像最近不是发生一些事情 反正每次一发生这些事情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怕 想到的不是像你 因为你光明磊落 可以看别人 然后很多人都不是想到 糟糕 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在我身上的事情 所以我的心里很矛盾 当然了你这个艳照 就发在你电脑屏幕上 你想不看也难 不过我是做到不传 但是心情很矛盾 一方面是幸运生在这个时代 对吧 另一方面很矛盾的就是 这种群众的这种偷窥狂 也破坏了归房乐趣 真的 据我所知 很多人就不玩自拍了 那本来自拍挺刺激的 挺好玩 它是一种增进性生活 哪怕是夫妻性生活 你知道吗 也是一种增进的 有点生活情趣 都被这种玩意儿 弄得人家不敢了 这个是个人类的一大损失 对 没错 几年前那个所谓的 营照事件这是 后来那男主角冠西兄 冠西兄出来道歉 那时候身有所改 他应该道歉的是说 当然是说没有好好保护档案 那电脑埋吃 第二个就是说 完全破坏了 大家自拍的勇气 所以说感觉说 以后都拒绝了 你不容易找人自拍 可是放心 很快 过了一年之后 你就看到大家都 不管这事情 因为自拍的快乐太大 当快乐 心理学告诉我们 快乐大于说恐惧的时候 你就所有恐惧都会抛开 但是他说这个 我现在觉得 好多过去这个事件 咱们就稀里糊涂就聊过去了 可是实际上 道理并没有说清楚 而且这个一个事情 可以有几方面的道理 你比如说 咱就较真现在可以说了 咱们这种都是 惯惜的这个艳照 一方面来说 你当然大家说的那些都在 但是他还有个道理 你知道到第二年 国际上有一个组织 就是研究世界各国的 一个性生活方面的 一个组织 把这个事件评为 亚洲当年的 十大严重干预 公民性选择自由的 这个十大事件之一 就是说 你在另一个道理上 一个人是有性生活方式 是选择的自由的 比如说 他愿意搞很多 那么只要他是成年人 双方自愿 没有强奸 没有这么诈骗 没有这些犯罪的情节 这是他作为一个人的自由的 对对对 我没听明白 他说这个事件干预了人的 选择的自由 对 就迫极大的 你侵犯了人家 性选择自由 人家选择这样的 性生活的方式 但是就被你们这么样的骂 这么样的攻击 搞到 实际的情况是 很多人从来不这样过性生活 因为验照的流传 被迫也要过这样的性生活 这个才是最大的干扰 为什么被迫 我听不大懂 对不对 什么叫听不大懂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教科书的状态 对 有这种 这个等于是极大的普及了 某些颓废的资产阶级的 生活方式 那种乐趣 你知道我当时事件流传的时候 有很多人真的是这样 没见过 怎么可能这样的 我收到的时候 人就说 供参考学习用 都是这样的 所以干扰是那种干扰 它使得我们本来很淳朴 名风的很多地方 多少年来没有出现这样的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完全的道理 这也是一种干扰 也是一种道理 你记得咱们说的 就是某个地方 这个什么事 服务 这种按摩是36式 这种服务 这种服务造成的危害之一 就是什么 这些男人去这种地方 浴室这种地方上了瘾了 因为咱们的服务的太专业了 从日本AV 从泰国 从台湾 这家广 这个会居 甚至有祭师 甚至有祭师 这种男人就到了 就是这种36式的这种性服务 全都不是传统的性行为方式 所以这种男人 有一类男人上了瘾之后 你知道一扫黄 他们就跟眉头苍蝇一样 无处可去了 而且跟老婆的性生活 基本上荒废了 因为难以再满足了 这个是有人研究 大陆有有几个年轻的朋友 搞社会调查的 我还没看到他们报告 因为他们刚开这个计划 就是完全就是研究这个问题 说现在新的年轻的 中国你说合法也好 不合法也好 暧昧也好 性产业的泛滥的普及 他是研究说 当年轻的男人丈夫 结婚之后 可是一方面有太太 有性生活 一方面就是不断在外面 有这么奇奇怪怪的 太太基本上技術上面 种种他的道德上面 不可能去满足你的方法 那有了这种落差之后 如何来影响你的婚姻关系 有人说可能是更好的 那你就完全跟你太太 两个夫妻之间 把性的那个部分 不用太太来承担这个责任 你能够更能够 完全是精神的交流 跟看重那个交流 升华 对 你说到这精神的交流 我就发现 前两天我跟一妹妹聊天 我就发现她这个文化水平 真是不太高 我有时候跟姐妹们在一块 八卦别的姐妹 是吗 那天我们就八卦另一个姐妹 然后这个妹妹就跟我说 说她呀 老爷搞那个柏拉图 我说这柏拉图 我说那这个 精神恋爱 对 我说跟谁呀 她说跟好几个 我说柏拉图为什么也跟好几个呢 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柏拉图啊 你知道她以为什么 她说她呀 就是啊 跟哪个男的也不定下来 但是呢 就是跟你玩一玩 跟他玩一玩 跟你玩一玩 一看你那边 你那边要往上冲啊 她就往后闪 但是她吊着你 就她同时吊着几个男人的胃口 她说这叫柏拉图 我说柏拉图是纯精神的 是说没有肉体上床的 而且甚至是比较单一的 对吧 这个单相思比较像柏拉图 纯精神的嘛 她说不是啊 她上的 实干的柏拉图 你看柏拉图已经变成了 现在这个概念 就英文有个专有名词 叫teaser 就是说勾引teaser 就是说我调侃你 嘲讽你 teaser 就是说我来 好像跟你来勾引你 让你对我有时候暧昧 谈一谈 你真的要上 她又退后退出来 那这个是teaser 这个teaser 对对 这会来调侃你 她那个实际上是有的 她在最后还是有的 来 咱们就柏拉图 这就柏拉图 你知道最近也有个 网上的热门 话题 这话题也值得探讨 我觉得有些就是说 这个车里边 马路上 高速公路上的 柏拉图给拍下来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是对个人隐私是头等重视的 我认为在各种价值观里头 保护个人隐私是第一价值 这当然人民行动看法都不一样 所以我要看的这个莫乃门 为了保护隐私 为了保护隐私我可遮住了人 车号什么 咱们都都我们都做了处理 咱就是说这个事 说这个事 就是一对男女 在公路上走 你知道吗 这个被这个听说还是被这个高速公路上的监视仪拍到 他就一手开车 一手把手伸到这个女人的这个胸脯 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女的也是 监视仪这么有效果 说现在 谁在监视 徐老师以后你开车要小心 他是高清的 现在科技 他现在能拍到高清的 为什么会楼出来呢 为什么会发芳出来 这也是个很奇怪的事 这很奇怪 他是一不断在拍无数的车 只是拍到这一片 那个人就醒了 那个监视的人就立刻就醒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都值得清查 对吧 然后呢 流出去之后 你知道吗 这家伙就人肉搜索了 人肉搜索 这一查一查一查 查出这个男的是谁了 你说 他这个脸面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给万炮齐轰 然后这个男的呢 还辩解 结果他辩解出来的理由 又被人家画成漫画 你们可以看看 他辩解说 我那天 这导演给我们放 他辩解说 压力很大 说他是胸脯是女的在睡觉 唠了个蚊子 我打蚊子 打到胸脯上去了 还有说啊 说这个 这徐老师是不是有体会 就他突然发了林黛玉了 这不是 这不是林黛玉了 西子捧心呢 就是说突然发了心脏病 女的有心脏病 女的有心脏病 我当时怎么急救 在公路上 胸闷 胸闷 我就给他揉一揉 我给他揉一揉 听起来这些都是 追女孩子的手法嘛 对不对 心痛不痛啊 替你揉一下 太流氓了吧 哪有这种啊 那个女的还说心痛 你就去揉她 那是打暗号 可是整个事情 第一个是说 为什么会揉出来 这种片段 可是话说回来 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问题 假如你上网的话 去搜索什么偷窥 从日本美国 德国英国全部都有 在office里面 办公室里面 车高速公路等等 全部有偷窥 而且是跟男女有关的 那些片段都有揉出来 第二个是说 那些网友干嘛 又去搜索人家 反正是一个男的 摸一个女的就对了 你搜索了干什么 想查一下 是不是你脑八 是不是你老公 你搜索他干什么呢 不是 当然他们在搜索 就是你看他这说的 这个人 说这个 有人就在争论了 有人说呢 这个玩意儿是不是隐私 你看他说的挺有意思 说这个 什么叫隐私呢 不可公开为之隐 跟公众利益和安全无关 为之私 所以两者的交集 才可以叫隐私 隐私什么 指于公德 你在自己家的车库里 莫兄 这是隐私 但是你行车时的危险举动 对行车安全构成威胁 这个绝对不是什么隐私 对 那个H.Gran 一个英国演员 记得吧 在好莱坞有一次 在街边 找了一个女孩子 结果就在那里做那个 口的那个 口擦 结果美国的警察就过去了 警察过去就查到他了 这是犯法的 原来在美国呢 你去房间里就不犯法 你去房间不犯法 结果呢就罚他嘛 那H.Gran是很出名的英国演员 一大堆的粉丝啊 此事一案发呢 无数的女人啊 在那里感慨 他还开玩笑 我说不找我 为什么何必还要找一个 就是黑的黑人的新工作者 在路边这么搞定 连房间都不开 但是在美国案法里 他也是犯法 这算公共场合 因为你在路边 即便你的车没开 这香港也是犯法 他车在车里头 在车里头 但是这个你车停在街上 这个街上街道 还是公共场合 所以你做这个行为 做性行为 就这个性行为 他当然不是要莫凶了 对不对 他那个行为 就是他那个行为 犯法的 而且确实 还罚他 还短暂地住了一段牢嘛 而且他们外国人说啊 就是说你有时候在公路上开啊 尤其是晚上 你做这个什么嘴 做的这个事情啊 他也容易看不清 说也发生过那样的事嘛 就弄了半天 这男的没有什么感觉 原来呢 是把那个手杀 认错了手杀 你知道吗 我刚说在美国是犯法 香港也有一个法律 可以完全抓的 香港叫车阵 震动的车阵 对对对对 香港有一个法律叫做 在公共场合 进行不道德行为 这个这也是犯法 也是罚钱 那另外 假如像这种事情发生在香港 我也看到这种新闻 马上请教法律界朋友 警察界朋友都问了 以求那个安全 他说那个可能可以控告你危险驾驶 不小心驾驶 假如特别假如你出了状况 因为你开车的人有责任 双手放在泰盘里面 然后可是话说回来说 这个当然是吸引 因为这是什么东西来拍的呢 是高速公路的政府的镜头 是公权监视机构 其实它是有一个 不管是有没有写出来的条文 是应该是说 这些只是为了卸影 只为了防范交通安全 没错 才用的 不能给你这样拿出来用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 它流出来 这个是一个失职 没错 流出来是一个失职 网民好奇的去打听呢 你也可以说 他们是出于对交通安全的 大家的普遍的忧虑 因为说实在话 我在路上开 这有车从对面过来 你要来这么一道风景 我也怕 没错 不但你自己出事 我也出事 我也怕 我的命也在他的波上 这个事情 是自动播的 手动播 所以开车的人关心这个 要是在香港 这个是停在停车场 那估计 大概警察也不检控你了 但中国的事情 就是你知道混合 几个层面的问题 都混合起来了 就是说交通安全 私隐 还有不道德 性行为 这些问题全合不合起来 而且我觉得这个难的解释 也是好玩 有创意 什么替他揉一揉心脏病房 我就看到 我就想象 倒过来 女的应该怎么样解释 假如是那个 女的按住男的下体 怎么解释 说那个男的 手刹 拉手刹 说那个男的六级 我怕他溜在裤上 替他压住 咱也不能随便埋态人家 据说这个男士最新 又有新的澄清 到底是什么 广告之后 澄清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摸奶的这个男人 现在说有一个叫绵羊邓嘉林的微博 没有什么认证啊 但应该就是他本人 他说我没在任何微博发表过什么声明 这是我唯一的微博 说什么我声明 当天搭车的女孩子突发心脏病 就刚才咱说这传言 我用手捂着她的胸部去医院 这全是瞎扯 好汉做事好汉当 那个女孩是我公司的职员 现在已经不在我公司了 我们也没做违法的事 只是抚摸一下 犯了两个天条 这个四川的啊 说我要起诉交警 也是胡说八道 这事我认栽 我已经跟家人坦白 家人也原谅了 你们没得细看 你们可以骂我 我不会还口 但请不要骂爹骂娘 我有捍卫家人尊严的权利和义务 严正声明 这他一条一条的发呀 本人不是公务员 这个姑娘不是某大学的在校生 网络流传的所有什么东西 跟本人无关 什么我想什么不要私信我 我也不接受采访 也不要把跟我不相干的脏水 往我身上泼 谢谢 就是这个 看来就是 这就是这个正主 我真是觉得 你在大家最后聊到这个正经事上 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监控公路监控摄像头拍的 这个玩意儿 是怎么交通监管资料 怎么泄露出来 由此你想起 现在很多餐厅里 你也有那个录像头 摄像头 你为了防盗 或者为了什么 如果有这个人家的客人的隐私的资料 通过你这个渠道露出去 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包括我就说 一个司空见惯的 整天接到这个电话 先生您的房子要不要出租 要不要卖 这个肃无忌惮的 把这个人家的资料弄出去 这会给人家 我认为这是当今中国呀 特别严重的一个事 当今中国应该逐步开始建立一些准备工作 要有一个网络上的法律 我觉得这个迟早是会有 越早有越好 就是说你不要 你不要很简单 你去到人家窗口去看人家 人家可以来打你 对不对 那你现在在网络上 用这样的方法来做 你报了一个东西 跟人家事实不相干 你诬告人家 或者说你 总之法律上要有一套惩罚的装置 可以来限制人在用网络 来做非法的事情 对 可是那个法律 我看一些朋友谈到这个问题 是说其实都有了 可能分散 没有像几栋说 可以有个网络法 可是都有了 什么妨害生育作假 毁谤 还有泄露你的吸引隐私 都有了 问题是说 你作为一个普通小市民 要去告那个成本有多高 不是普通人来弄得起的 而且普通人碰到这种事 认灾 摸摸鼻子要走开 所以我觉得这什么摸鲁哥 摸奶 摸奶 对 他也蛮有勇气的 就是站出来完全面对 然后再来警告 就像当年冠西兄一样 是来开记者会 他也知道会被人家取笑的嘛 他用法律来谈 各位啊 这些照片是我的 假如你们还在流传 我就会告你们 这样好 他要面对这个问题 可是要有 要嘛要有这种勇气 要嘛需要有 冠西兄的那种板钱 他能够打官司 真的有法律 有他的后台 我们普通老百姓 碰到这种事情 是非常无人为力 老百姓能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一个事情的 不同层面分开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每个老百姓 都应该做 也可以做到的 就这件事情说 怎么分开呢 第一 你在高速公路上 你这样开车 你做这个行为 对不对不去讲它 但是危险驾驶 这个情况下 交通部门拍下来 给你吃罚单 警告你 这个是对的 合法的 你这个行为 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 你这个拍到了我的东西 你给我吃罚单 这一套是合法的 你传到网上去 使得大家 作为一个八卦新闻 来人肉搜索 你传出去是非法的 那这是两回事情 你知道这个中国人 对隐私这方面 我觉得极其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我觉得 这特别影响幸福 甚至是创造力 你比如北欧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全北欧的人 基本上很尊重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